一名刚刚满月不久的女婴 相信是被舅舅从高处抛到地面 导致脑出血 这名舅舅怀疑也把姐姐 另外一名三岁的孩子 从祖屋一楼抛下 造成手脚和身体多处受伤 目前警方已经延长扣留 这名28岁的嫌犯长达7天 直到下个星期三已协助调查 这起惊人的伤人案 昨天下午3点40分左右 发生在冰城双溪槟榔一座祖屋 受害者家属说 他们听到女婴的婆婆大声呼救后 才发现嫌犯闯出大火 这名亲属还说 嫌犯自两个月前面对健康问题 目前正在接受传统的药物治疗 由于女婴的母亲还在坐月子 因此把两名孩子交给婆婆照顾 没想到发生悲剧 东北县警区主任索菲安证实 警方即日起延扣28岁的嫌犯7天之后 也援引刑事法典307企图谋杀条文进行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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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